第827章 孤岛求生 2 21世纪的人类和15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人类相比,其生存经验或许相差无几,但是在见识上,那会儿的人却是拍马也无法和现代人比拟。 别的不说,无数部讲述历险故事的电影,教会了庄瑞许多求生的办法,诸如燃烧枯纸冒出浓烟,当然,这一条庄瑞目前做不到,因为他根本就生不起火。 不过还有别的办法,庄瑞现在忙活的,就是在那开阔的沙滩上,用树枝画出一个大大的SOS国际求救标志来。 不行,整玩意儿太细了。 庄瑞用树枝画了一会儿之后,看着那细细的线条,不由摇里摇头,别说天上的飞机了,就是距离远点,自个儿都认不出来是什么。 随手扔掉了树枝,庄瑞干脆用脚掌在沙滩上画了起来,被阳光炙烤的火烫的沙子像针一般的扎在庄瑞的脚上,疼得庄瑞呲咽咽咽咽嘴的。 虽然可以随时用灵气治疗,但是那种痛楚却是实实在在的。 庄瑞这是最渴望的,就是在海里游泳时闲碍事丢掉的那双运动鞋。 当时除了把鞋带解开留下来之外,那双鞋子却是沉在了印度洋深处。 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庄瑞在距离海水比较远的沙滩上画出了三个总长三十多米,宽六十多米的SOS字母来。 画好之后,庄瑞又从树林里收集了一些枯叶和石头,按照字母的形状摆了起来。 这样一来,即使沙子再埋上去,字体也会向上鼓起来的。 搞完这些之后,太阳慢慢的西斜,天色已经逐渐的暗了下来,整个孤岛无比的寂静,只有海浪拍打在沙滩上的声音。 如果不是看到天边觅食归来的海鸟,庄瑞甚至会感觉这是一座死岛。 看着那些鸟儿飞入到海岛内,庄瑞心里顿时羡慕了起来。 要是自己有双翅膀,现在就能飞出去了。 即使被称作鸟人,庄瑞也是心甘情愿了。 就在太阳要从海平面上落下的时候,整个天体突然变成了一片红色。 红色的天空,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海岛和红色的沙滩。 好美呀! 这是庄瑞第一次看到海上日落。 经不住心旷神怡。 如此美景,或许只能在这远离海岸线的大洋深处才能得见吧。 糟了,晚饭还没准备呢。 庄瑞突然跳了起来。 如果今天海上再有暴风雨,重新双手不见五指的清醒, 那自己就要饿上一天了。 趁着太阳还有些余晖, 庄瑞准备把晚餐给准备好。 飞快地跑回树林, 从地上湿了两个拳头大小的椰子后, 庄瑞又冲回到沙滩上, 捡了差不多三四斤亩粒, 这才吸满一足地回到靠近大海的那片礁石区里。 树林那里虽然可以遮风挡雨, 但是, 庄瑞怕夜里来什么野兽, 要知道, 很多野兽都是晚上觅食的。 相对而言, 还是待在礁石区里要安全一些。 反正这是个火山岛, 又处在亚热带地区, 倒是不怕晚上被冻着。 俗话说, 一回生二回熟, 庄瑞这次翘起牡蠣壳来, 动作娴熟了许多, 拿着蓬飞的那把小刀插入到牡蠣中, 稍微地扭动一下手腕, 整个牡蠣就张开来。 在旁边的一挖海水里, 随手洗掉牡蠣里面的细沙, 庄瑞就将之塞到了嘴里, 反正昨天连海水都喝过了, 也不在乎这一腥半点的辣。 半个多小时过后, 庄瑞身边丢了一地的牡蠣壳, 还有被石头砸开的椰子, 不但里面的椰汁被庄瑞喝掉了, 就连椰肉也是被庄瑞啃得一干而净, 只是那味道真的不怎么样。 什么时候能回家呀? 吃饱喝足之后, 庄瑞漫步在沙滩上, 星光点点的海面, 此时异常的平静。 除了海风吹过远处树林, 发出的花花声, 整个天地无比的宁静, 让庄瑞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的感觉。 唉, 当初卢宾逊的身边还有只小狗, 后面还有星期五呢, 哥们儿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一个人流落到荒岛上。 庄瑞重重地在沙滩上踢了一脚, 扬起了漫天的沙尘, 搞得自个儿满脸都是。 庄瑞此刻也不在乎什么形象不行象了, 在这种鸟地方, 真的是装逼给鸟看了。 漫无目的地在沙滩上晃悠了整整三四个小时, 庄瑞才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到了礁石区, 找了一处巷内凹进去一米多, 两边都有礁石的地方躺了下来。 看着头上漫天的繁星, 庄瑞慢慢地睡了过去。 半夜的时候, 从海岛的方向传来了树声野兽的嘶吼, 让沉睡中的庄瑞惊醒了过来, 拿着小刀, 对着那黑漆漆如同怪兽大嘴一般的树林。 妈的, 这是什么野兽呢? 那种叫声是庄瑞从来没有听过的, 越是未知, 越是让人恐惧。 难不成这里还真是存在着史前的动物不成? 随着后面的几声嘶吼, 庄瑞的心慢慢地放了下来。 野兽的吼声在海岛的深处, 自己在大海边缘,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不过庄瑞这一夜还是没敢再睡, 一直提心吊胆地等到天色大亮了, 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到中午的时候, 被炙热的阳光烤醒了过来。 不行, 这样下去的话, 没等救援队找到, 自己就要撑不下去了。 庄瑞看着自己的小臂上, 居然被晒脱了皮, 浑身上下都是通红一片。 连忙使用灵气梳理了一番之后, 那种害人的红色, 才慢慢地消退了下去。 处理好身体之后, 庄瑞爬上一个最高的礁石上, 向海面眺望。 不过, 除了海中的波浪, 什么都看不到。 回头看向沙滩的时候, 那SOS三个巨大的字母, 依然摆在那儿。 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之后, 庄瑞满脸失望地走回到沙滩上, 开始准备起今天的食物来。 不过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庄瑞想不明白, 为什么已经过去了两天, 整整三十多个小时, 救援队都没能找到自己。 只是庄瑞不知道, 那一阵暴风雨带给他的, 远远不止是击败海里那么简单, 而是神奇地将他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庄瑞现在所处的这个海域, 是整个大洋最为危险, 也最神秘奇特的一个地方。 这个海域, 位于西印度群岛的小安地列斯群岛西斯, 说起这个名字,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 他还有一个名头极其响亮的称呼, 那就是加勒比群岛。 即使没有看过那个电影的人, 也会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 加勒比海盗, 在数个世纪以前, 纵横海上, 而他们的老巢, 就是在小安地列斯群岛上的。 不过庄瑞现在所处的这个海域, 海岛和海域, 距离加勒比群岛, 还有着上百海里的距离。 而且, 这个海域和加勒比群岛相比, 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当然, 这个名称, 只有在小安地列斯群岛上生活的人, 才知道的。 这个海域有着莫名的磁场, 会屏蔽所有的通讯信号, 经常会发生飞机失事和船舶沉没的事故。 和百慕大魔鬼三角区, 似乎有着莫名的联系。 百慕大曾经发生过一件极为怪异的事情。 一艘前苏联的潜水艇, 一分钟前在百慕大海域水下航行, 可一分钟后浮上水面的时候, 竟然出现在了另外一个海域中。 在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的航行中, 潜艇中的93名船员, 全部都骤然衰老了5至20年。 此事发生后, 前苏联军方和科学界, 立即开始对潜艇和所有人员进行了调查。 最后的结论是, 在地球上, 极有可能存在着一个比地球时间更快的时间隧道。 当时潜艇出现的地点, 就是在这片海域, 因此也为这片海域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在海域附近的一些岛屿上生活的人, 对这里是忌讳陌生。 而且, 在海域周围百多海底范围内, 到处都是礁石林立, 不适合船舶航行。 别说大一点的轮船了, 就是小帆船到了这里, 吃水烧身一点的话, 都会触碰到海面下面的礁石的。 从古至今, 不知道有多少轮船, 因为误入这里而触礁沉默的。 久而久之, 这片占地近百平方公里的海域, 背在大西洋群岛生活的人们, 称之为死亡海域。 而庄瑞现在所在的这座孤岛, 也有个恐怖的名称, 魔鬼岛。 就是十五六世纪综横海上的加勒比海盗, 也不敢在这个海域航行, 可见其凶名之声了。 这里距离庄瑞飞机失事的地点, 足足有一万多海里, 也不知道庄瑞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 横跨了两个大洋, 从印度洋来到了大西洋。 所以, 即使海上救援的船队一再扩大搜寻范围, 仍然无法找到这里。 当然, 倒霉的庄瑞同学是不知道这一切的, 他依然是迎着朝阳, 送着晚霞, 在海边期待着救援队的到来, 不过每天迎来的都是失望。 很快, 第三天也过去, 海岛依旧, 海浪依然拍打着沙滩, 庄瑞期待的飞机轮船, 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四天过去了, 庄瑞吃在嘴里的牡蛎, 已经是胃痛嚼辣, 期间倒是练出了分离海胆的功夫, 为自己增加了一道失误。 五天过去了, 即使在灵气的滋润下, 庄瑞仍然晒得像个海洋的岛上原住民, 浑身上下幽黑一片。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庄瑞已经沿着海岛走了一圈, 根据他的估计, 这个海岛的面积, 至少在几十平方公里以上。 二十八掌孤岛求生三。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最初的几天, 庄瑞还会站在教室上四处眺望, 等待着救援队的到来。 不过, 每一天等来的都是无尽的失望, 而且在海边的生活, 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因为每隔上那么几天, 就会有一次强烈的暴风雨。 在前天夜里的时候, 海水突然暴涨, 窝在那礁石里的庄瑞, 被冰冷的海水冲醒了。 如果不是庄瑞当时反应快, 死死地抱住了礁石, 恐怕这会儿, 已经进入到大西洋深处, 喂鲨鱼了。 暴虐狂放的大海, 在庄瑞的眼里, 就如同一个怪兽,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会将自个儿, 连皮带骨头地吞下去。 对于海洋的恐惧, 此刻已经超过了这座神秘的海岛。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食物的问题了。 虽然每天都是吃着新鲜的牡蛎, 喝着纯天然的椰汁, 这是现代人很追求的生活方式, 但是庄瑞在连吃了三天之后, 肠胃终于开始造反了, 拉得它是愈陷愈死, 欲罢不能。 后面连着好几天, 庄瑞都没敢再吃海鲜了, 只能以椰汁椰肉冲击, 嘴里快要淡出鸟来了, 看着海边每天飞翔着的海鸟, 让庄瑞恨不得自己身生双翅, 一个个带回来烤着吃。 在海边待了一个星期, 都没能碰到救援队, 守在沙滩上也不是个办法, 庄瑞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探索一下这座孤岛了。 按照庄瑞以前从电影里了解的知识, 海中孤岛里一般是没有大型猛兽的存在, 或许是前天晚上自己听错了也说不准。 不过在入岛之前, 庄瑞还是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的, 第一, 自然是有武器, 没有个防身的东西, 庄瑞不敢渗入岛屿。 站在椰子林边上, 庄瑞手里拿了一把一米五左右长短的木杆, 只是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从一棵长满了稻刺的树上, 用带有边缝的石头砸下来的。 为此, 庄瑞手上像是长了毛一般榨满了刺, 整整挑了一天才算是清理干净, 然后又用了半天的时间, 把树枝上面的刀刺全部用小刀刮去。 现在的这个木杆,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个镖枪, 因为在木杆的一端, 用庄瑞的鞋带紧紧地绑着那把蓬飞的小刀, 这也是庄瑞唯一的武器了。 庄瑞右手拿在镖枪的中段, 对着一棵椰子树用力地投掷了过去, 只听叉的一声卖响, 镖枪前段的小刀整个插在了坚硬的椰子树上, 一米多长的镖枪稳稳地插在树上, 像弹簧一般来回摆荡, 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不错, 回头试试能不能扎到鱼? 庄瑞从树上拔下了镖枪, 在手里耍了个枪花, 他对自己制造的武器十分满意。 在前几天的时候, 庄瑞已经成功地用小刀和石头撞击点燃了晒干的枯叶, 在海滩上升起了火。 虽然第二天的时候, 由于庄瑞不会流火肿, 火又灭了, 但是一回生二回熟,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之后, 只要有枯枝干液, 庄瑞几乎在十几分钟内就能熟练地引出火来。 只是没有趁手的工具, 那些牡蛎很难烧口着吃, 这让庄瑞看着海里的鱿鱼心仰不已。 但是几次下海捕鱼, 庄瑞都被那些鱼儿戏弄得体无完肤, 也充分理解了如鱼得水这句成语的真正含义。 不过, 庄瑞倒是找到了一个捕鱼的好地方, 那是距离他上岸处七八里外的一个峡谷, 说是峡谷有点不太合适, 因为在谷中只有一个五六十平方大小的水潭。 水潭的水并不深, 最深的地方不过五六米而已。 爬到两侧被海水冲刷的很平滑的礁石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水潭, 美丽透彻的像是一块蓝色的宝石一般。 可能是火山喷发时候造成的, 水潭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中间凹了进去。 经过长年的冲刷, 水潭和大海之间, 有一个宽仅仅两三米, 深不过一米多的缝隙。 由于奇特的环境, 一些比较凶猛的海中杀手无法进来, 而这个水潭自然就成了鱼儿的天堂。 站在水潭边上, 就能清楚地看到各种海鱼在里面游异, 大的有一两尺长, 小的只有指头半大小。 自从庄瑞无意中发现了这里之后, 水潭就失去了平静, 每天庄瑞都要来练练水性, 尝试看能否抓到条鱼改善一下生活。 只是这哥们儿在水里折腾了好几天, 被催得没能抓到一条鱼。 可来了, 每天抓鱼的时候, 是庄瑞最为开心的时候。 所以, 看到镖枪制作成功后, 庄瑞再也忍不住了, 立马将探索岛屿的事情放到一边, 兴冲冲着拿着镖枪, 冲着水潭跑去。 要说这有了武器就是不一样, 最初几次失手之后, 不知道是瞎毛碰到死耗子, 还是怎么回事。 庄瑞一镖枪, 扎中了一条一尺多长, 浑身长满了银色鳞片的大鱼。 庄瑞哈哈的笑声回荡在水潭上方, 这几天都没见到有动物来海边, 庄瑞的胆子也大了不小, 不然也不会兴起探索岛屿的念头了。 普通一声, 庄瑞跳下水潭, 一把抓住标枪, 将那条大鱼挑了起来, 手忙脚乱地爬上岸后, 就近在水潭旁边, 找起枯叶木柴来。 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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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小刀和火山石的撞击, 几点火星落在了被太阳烤得焦干的枯树叶上, 树叶马上被火星熏黑了一片, 庄瑞连忙凑过嘴巴, 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这吹气也是有技巧的, 吹得极大了, 火星直接就被吹灭了, 但是吹得小了, 又不足以让枯叶燃烧。 庄瑞可是摸索了好几天, 才掌握了这门技巧。 可惜的是, 庄瑞向来不离身的那个钱币大小的考古放大镜, 不知道掉在什么地方了。 要不然, 吹火就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了, 直接用放大镜聚焦阳光就可以了。 引着火之后, 庄瑞匆匆地将这条足足有七八斤重的鱼开膛破肚, 聚掉内脏之后, 找了一条坚韧的树枝将其穿了起来, 挂在火堆上面。 嗯, 真香啊。 闻着烧鱼的香味, 庄瑞嘴边的哈辣子都出来了。 来到海岛上快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庄瑞就没吃过熟食。 此时闻着鱼香味, 庄瑞的眼泪都差点流出来了。 当然, 这是激动的眼泪。 还没等鱼完全烤好, 庄瑞过贝地烫手, 就撕下一条鱼肉塞进了嘴里, 烫得庄瑞不住得叙叙碎, 连鱼肉的味道都没品尝得出来。 甚至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庄瑞, 终于静下心来, 翻来覆去地, 整这条鱼烤得通体金黄, 又放在一边凉了一会儿, 这才开始品味了起来。 好吃, 真好吃。 吃了二十多年鱼的庄瑞, 第一次感觉到鱼肉是那么的鲜美, 比自个儿以前吃过的所有好东西 都要美味一百倍。 而且, 这鱼肉肉质细腻, 除了一条大鱼骨之外, 再无鱼刺, 光是鱼肉就有两三斤重, 此时都到了庄瑞的肚子里。 吃完之后的鱼骨, 庄瑞给留了下来, 这东西在后面还能派上用场, 庄瑞现在是一穷二白, 必须利用起每一份的资源。 要搞点盐了。 吃完之后, 庄瑞才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前几天一直吃生海鲜和椰子, 不过有了熟食, 盐就成了必须的调味品了。 不过在海边制盐是最为简单不过的了。 只要在靠近椰林的地方, 挖个潜而面积大的坑, 引咸水过去, 再利用日光所带来的热量, 晒一段时间就会有盐吸出。 虽然这不是所谓的加点盐, 但是食用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吃完烤鱼之后, 庄瑞是浑身干劲, 马上开始了行动。 三个多小时过后, 椰林旁边被庄瑞整出了一块十来个平方的空地, 又挖开沙滩的软沙, 引来了一些海水进来。 不过, 想要出盐, 恐怕还要个三五天的时间。 看看天色已晚, 庄瑞坐在一棵高大的椰树下面。 这两天的夜晚, 庄瑞都是在树林里度过的, 因为他实在被夜里的那次长潮给吓坏了, 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呢。 因为镖枪的支撑, 耽误了一天的功夫, 吃上晚饭之后, 庄瑞开始准备起明天探索荒岛需要的第二件装备来。 想要踏入这座荒岛, 庄瑞还需要一双鞋子。 如果吃着双脚的话, 别说进入岛屿内部了, 就是出了沙滩走到树林里, 庄瑞的脚都被扎破了好几次。 没有双鞋子, 庄瑞只能在沙滩上晃悠了。 咔嚓, 庄瑞用小刀把自己的牛仔裤给划开了, 膝盖以下的裤腿被他给整个截了下来。 然后从牛仔裤破裂的地方抽出几根细线。 这时候, 鱼骨就派上了用场。 庄瑞找出一根粗而坚硬的鱼骨, 将其掰断之后, 用刀尖小心地在大头处穿了个孔, 就是一根简易的缝衣针了。 奶奶的, 艺术真他妈的是来源于生活呀。 看着自己手中的针线, 庄瑞很是感慨了一句。 要知道, 这些学问, 他可都是从电影里面学到的。